这个视频主要是介绍一下 路透示波器在2023年新年开始 增加的一个简单的功能 在这儿 定入波形的功能 这个功能是 作用是把波形 比如说当天采集的通道A的波形 暂留在屏幕上 比如说这个按钮 它有两个按钮 我点一下 你会看到这儿发白了 发白了就是它把当前你点的 这一时刻的蓝色波形 固定在屏幕上了 如果再点旁边的这个 它就取消了 就消失掉了就没有了 比如说盯住波形了 比如说这应用的场景是说 当然不会是这么简单的波形 比如说稍微复杂的波形 人用眼睛 靠眼睛的视觉记忆 不足以去对比说 它曾经出现过一个什么波形 比如说 我有一个标准的产品的信号 我把它盯住了 然后我测试另一个产品 跟它的区别 这时候我就可以 假如我现在改变一下信号 就模仿说我改变了一个工件 比如说像现在这样 我改变了一个另一个产品 那跟标准品一下就对比出来了 很直观 但如果是只是正悬波 你倒没有必要这样对比 对吧 你看一下参数就行了 但是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 其他七星怪状的一个波形 那你就可以这样去对比出来 我可以把它暂停掉 然后我拖动一下蓝色的 就是我实彩的波形 然后白色的 就是它曾经在一个关键的时刻 或者是关键的一个 你换了一个标准品工件 定住的波形 这样比较直观 因为眼睛一下就能对比出来 当然它是在当前的时间 和电压档位下定住的这个波形 所以你切换了时间档位和电压档位 它就会被清零了 或者你重新开始 它也会被清空 比如说我先开始 它就没有了 好 我现在再定住这个波形 改变一下 好了 我换了 波形变了 然后我如果切换一下时间档位 它也就没有了 对吧 或者是说 我把它定住 定在这 我再定住定在这 然后切换一下 电压档位 它也就没有了 好 就说把它定住 我改变一下频率 这样子 方便你对比 当然我们有一个类似的功能 之前就是对比图功能 这你可以导入一个标准波形 作为背景图片 这个图片可以左右的移动 上下移动拉伸 来迎合对比 这个会 这个会 操作上比较灵活一些 然后功能强大一些 当然前提是你要 做一个图片 然后再导进来 会稍微麻烦 那这个就比较 方便快捷了 我再定住 我可以把它点下去消掉 我再定住 然后 改变一下波形 这个功能 这个在2023年的第一版开始就有了 你从这以后买的功能就有这个小功能了 好 最后祝一下大家新年快乐 2023年开工打击 我再次做一项 我再次做一项